蘇花路段搶修進入第四天 最新畫面可以看到 前幾天被落石堆滿的隧道口 在團隊日夜努力下 現在已經清除大半 逐漸恢復原貌 但是還沒結束 挖土機 小山貓忙進忙出 持續清理路面 工程人員也沒停歇 馬上就要進行刷坡噴漿工作 現場還擺放大量網具 準備加固和緩衝作業 要維護用路人安全 就是希望趕上開通時辰 預計十五號下午五點到七點 就能開放第一批車輛 在管制下通行 十點半左右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到現場視察 發放夾菜金給最辛苦的蜘蛛人 員警在路口管制 葵為多天 蘇花公路中午要迎來首都通行 南北口會分流進出 一上的話可能會放行半個小時 南下放行半個小時 十六號到十八號 每天三個時段放行 分別是上午五點到八點 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傍晚五點到晚上七點 夜間不開放 蘇花攤幫 重創花東交通 現在距離開通上路 真的剩下最後一里路了 記者有底下 唯一宣花點採訪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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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